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掌全病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比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他是和海岛的王要进攻 四八和西八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法人呼呼求的时候 他要打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打救 他要联系贫寒和穷法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生命 他要救赎他们 脱离欺压和强暴 他的血在他眼中 康为宝贵 他们要除我 四八的镜子要奉给他 仍要尝照为他祷告 忠乐 称颂他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觉得古时要响动 如离报论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如地上的草 独行骑士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们 阿们 西门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弟兄姐妹 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来看 诗篇第72篇 很明显的这里 大卫在最后一段 他是说他为大卫的祷告 我们看到这是大卫为他儿子的祷告 所以诗篇一开始就写是所罗门的诗 所以当我们详细看这个内容的时候 也很可能我们像这是大卫的祷告 也就是大卫为他儿子所罗门的祷告 所以这个诗篇到为了刚才我已经讲了 那边有写说大卫祈祷完毕 所以这个更可以证明这是大卫的诗 所以大卫为他的儿子写了这篇伟大的祷告诗 所以就能够成为我们后世的一个典范 其实你们都知道呢 所罗门他决计大卫做王 大卫希望他的儿子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王呢 如果是你我 我们又怎么样求呢 我们看到了首先大卫为他的儿子求公义 他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吃给王 将公义吃给王的儿子 那大卫呢要看到说他的儿子能够按公义审判人民 那第二节是按公义审判你的困苦人 所以大卫求神将公义吃给他的儿子所罗门 所以这是一种呢何等超越的一种的祈求 那我们很记得看到如果一个王帝一个王一个国王 公义的时候名就有福了 全国都会得享平安太平 所有的困苦人啊穷犯人都不会被欺压 那么呢他也必被尊重如热热那么的长久 那弟兄姐妹 今天的世界所以呢能够纷乱 他很多的原因其实是归于上位者切法公义 以致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就发生 以致人与人之间就开始的产生很多的矛盾 或者是冲突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王为在位的公义来求求 让他们能够按公义公正来治理这个国家 第二呢我们看到大卫会叫他儿子求恩慈 从第六节他说 他必降临像乙将在乙各的草地上 如干临滋润田地 那我们看到这就是恩汉 恩慈 大卫希望他的儿子是一个有恩慈的人 就这样使得恩就赐给别人 所以你看到恩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人的心理枯干的时候 人真的很需要恩慈的滋润 一个国王对人有恩慈 那么他的百姓也就成为怎么样呢 成为好公民 成为好同胞 好人民 他的国就会得享平安 得享太平 只可惜今天很多国家的领导者 他们都缺乏恩慈 他们为得失之前都口口声声地说 他们是为百姓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公仆 但是一遭他们得失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拿起他们的权柄了 就所谓的我们就 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他们以这个权某为己 操控别人 操控百姓 那我们要为在位的人祷告 这个就是保罗在提摩泰 透过提摩泰告诉我们 一定要为在位的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对人有恩慈 让他们能够背什么着 第三我们看到大卫为他儿子祷告 为他儿子祷告影响力 第八节说 他要执掌权并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基 这是他的影响力 弟兄姐妹 大卫渴望看见他的儿子有影响力 这里的掌权不一定是一种四字的作王 它乃是所谓的一种的影响力 它影响其他的地方 影响其他的国家和人民 弟兄姐妹 当一个王有公义 有恩慈使人民 得到幸福的时候 国泰民安 那也让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百姓羡慕 那就怎么样 他们就会互相来学习来效法 所以不知不觉呢 他的影响力就偏挤权地 所以一个国王自一个国家的时候 就会使人佩服 所以连仇敌也哑口无言 就找不到任何攻击他的一个借口 所以 但是很可惜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来看当今的掌权者 大多数都是到底败坏的 丑闻演播的 不但没有办法发挥其优越的地位的影响力 反而成为人民的公敌 被人恨之入骨 被人 这个 就是怎么样呢 被人宴去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在位的祷告 同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 如果是身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牧者同工 或者我们是一个一般的弟兄姐妹的话 我们手中是掌握一个影响力 那我们真的要围绕到神给我们这个恩典 来影响人在好的方面 第四呢 我们看到大卫为他的儿子求怜悯 很清楚的 他说在十二节 他说 因为穷法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打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的人 他也要打救 他要连续 这个贫寒和穷法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弟兄姐妹 这个明显 这个就是连续怜悯 他怜悯那些无依无靠 无助者 因为这些人 其实就是社会上 最需要的 因为他们弱小 他们是弱小的一个群体 他们是被人轻看的 被欺负的 所以如果一个掌权者 一个国王 能够照顾他们 看中他们 在他们眼中就被看为宝贵的 那他们就必存活 自己也会被人尊重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当我们看 当我们去尊重那些人 认为不尊重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就会被人尊重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国王 他不让被人尊敬 他也就被人称颂 所以我们也看到 十五节那边 不让他被人称颂 他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而且呢 反而他也得到报赏 就是四八女王 镜子都会封献给他 很多的国家就会来救进他 他的国土 十六节 他的国土 也会能够出产的丰富 茂盛 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名 名垂千苦 被万民所挨戴 所以可惜呢 当今的王 要找一个好王 真的不容易找 一个好的统治者 也不容易找 所以我们更要为尽量的 掌权子来祷告 你知道吗 我们从刚才开始到 现在我们已经提了 四方面 我们这样为掌权子祷告 最后呢 大卫也为叫儿子呢 就是希望看到的儿子 是一个荣神的人 那十八节 说 独行其次的耶和华 也是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 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 永远的充满全地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这都是神的作为 大卫将荣耀归给神 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呢 也能够呢 将来笑话他 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 如果所罗门能够 也像他的父亲 大卫王 这样祷告有多么好 神的名就会得到荣耀 所以大卫 这很渴望 所罗门能够 像他这样祷告 所以神的名能够借着 他的这个 所存有的皇位呢 这个权柄来得到荣耀 他就被 必备 人来称颂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到 今天神把你放在 一个职场的高位 一个职场的尊位 或者把你放在 教会跟领袖的地位 是要你来荣耀神 神要透过你所 拥有的一切来荣耀他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掌权者能够依靠神的心意 来做王 如果一个领袖 能够依靠神的心意来当领袖 不但人会得到好处 神也得到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大卫很期望 他的儿子是一位荣神义人的王 而且我们发现 今天的世界真的很 局确的需要 局确的需要 我们真的要为 这样的王来祈祷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我们特别围着我们的国家掌权者 教会的领袖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透过这个大卫的祷告 围着儿子的祷告当中 我们看到 主啊 你要我们围着在位的祷告 而且你也透过保罗教导 特摩太 第一 我们就是要围在位的掌权者来祷告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国际 身为基督徒 我们都没有关心国家的事情 而且呢 我们都非常忽略在这一方面 从今天开始 教了我们 我们无时无刻要为在位的 我们会围着我们国家的首相 我们会围着我们国家的内阁 我们的部长 国会议员 人民的代议师来祷告 主啊 让他们是一群有公义 有公正的人 也让他们的心是有恩实的 让他们不但成为一个公仆 他们眼睛是明亮 他们可以看到百姓的需要 他们按照百姓的需要去满足 而且呢 去服侍他们 主啊 我也特别祷告 让在位的子 他们能够真正的发挥出 他们的影响力 主啊 也特别为了教会的领袖祷告 让教会的领袖 你给他们特别这种尊用的地位 就是要使用他们 去把荣耀献给你 主啊 也同时给我们的国家领袖 有怜悯的心 看到那些在边缘 在那种困乏 穷困人 他们都能够业意的去帮助他们 花精一切的 去为了他们福利着想 主啊 也感动教会 让教会也看到 教会视作为人的需要是什么 那么按照神给我们的亮度 给我们的恩赐才干 我们能够去服侍他们 主啊 我们也祈求你 祝福我们国家的领袖 让我们这一群敬畏你 主啊 敬畏你的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要在你手中所带领 主啊 我们也特别祷告 也祝福教会的领袖 让教会的领袖 牧者同工 传道人都好 主啊 让他们的生命是 一个荣耀你的生命的 一个领袖 主啊 谢谢你 也求你祝福我们 无论在家 我们是当爸爸的 当母亲的 主啊 我们也要 拿起你给我们责任 拿起你给我们的属灵权柄 要来围着家来祷告 要祈求神的保险 遮盖跟保护他们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愿你亲自来掌管我们 主啊 我向你献上感谢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愿上的祝福你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